中央社记者六宗汉台北十四日电针对空屋议题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锤正今天表示 陆方自去年520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 两岸环保合作协商议题也停止商谈 政府将持续呼吁两岸合作共同解决空屋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日前表示 台湾冬天空屋问题严重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境外污染 怪罪给台中火力发电厂市不正当连结 呼吁中国大陆重视共同解决问题 新政院大陆委员会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针对记者相关提问秋锤正引述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资料 台湾地区下午2 5. 系全服为例 境外传输来源比例约为34-40% 境内污染比例则是60-66% 他表示政府过去曾透过两岸事务联系平台和管道向陆方反映 希望纳入两岸环境保护议题协商有两岸共同处理 但去年520新政府上任后 陆方对两岸协商设置政治前提 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 两岸环保合作协商议题也停止商谈 秋锤正说两岸尚未就此议题签署协议前 环保署已成立空气品质监测网及时监测发布空气品质指数 提醒民众注意陆委会与环保署也将持续各种交流沟通管道 呼吁陆方与台湾合作共同解决空污污问题 重启恢复两岸协商 以促使陆方采取有项防治措施进行源头管理 他强调两岸应该共同处理空污 维护两岸人民健康106121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